Leo了世紀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世界沙漠錦標賽的表演賽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是3比賽對決 是由E-Sports對上了FOX戰隊 兩個戰隊都是國外戰隊 E-Sports是最近有HOT還有David加入 但沒想到MBL 它的名字怎麼在這呢 難道MBL也要加入E-Sports了嗎 OK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開局有個城鎮中心 大家看到這個城鎮中心很特別 小小一個跟我們平常看到的城鎮中心的樣子不太一樣 這個地圖好像是在沙漠中進行的 所以它這個造型也改造成沙漠中的情況 而且可以很早時間就蓋下自己的額外城鎮中心 好這邊可以看到一開始就有送漁場 所以大家也是趕快來蓋這個碼頭 好可以看到這邊已經開始補TC了 黑暗時代就可以蓋TC 這個經濟會有多濃呢 我們可以來拭目以待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介紹文明的部分 文明的部分先來從E-Sports的天才少年 他這個喬治亞呢是團戰之鬼 也算是團戰之鬼 那個莫納斯帕到後期非常難產 價格非常便宜 而且保護率高傷害也高 缺點是比較怕馬勾血量比較少 整體來說不太需要什麼太大問題 只要有過多的經濟 莫納斯帕就會穩定生產 在團戰來說是一個主要輸出的火力的角色 那接下來看一下立陶宛 這也是HART選擇文明 立陶宛是需要每解一個聖物 才可以增加烈提斯或是遊俠的傷害值 所以聖物越減越多是越好 但這張地圖來說 聖物並不是那麼好減 所以能不能減到超過三個聖物 就要看HART這個團隊能不能為他爭取到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紅色 這邊是達羅皮圖MBL選擇的文明 達羅皮圖這個文明升級時會給200木頭 這個效果讓他在前期的發展 或者是在打前線的時候 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讓他前期投資工程器製造所、修道院 都有比較稍微小的壓力 達羅皮圖後期主要是打大象工兵作為主力 後期配一些火炮、巨頭進行工程 會比較好一些 或是直接轉這個邊劍兵 但邊劍兵在團戰的表現 說實在的真的是不怎麼樣 團戰來說的話 邊劍兵可能發揮用途還比較有感一點 在團戰來說還是相公為主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裏也發戰隊的馬姑姑 馬姑姑也是一個年輕的選手 但是他最近的成績有點下滑了 有點讓我失望 之前還覺得他是有可能 可以登上這個世界頂尖五條 看起來他可能還要再另一段 時間喔 畢竟西帝國經驗值很重要 那屈臣五條人他的特色 是騎兵單位增傷非常多 那這個駱駝或是閃避馬 打的傷害很多 而且最重要是他有煞地力 引貫技術 可以讓所有的軍事食物消耗單位 併得更便宜 可以出更多的大陸馬 或是閃避馬或駱駝 那團戰來說主要是出駱駝為主力 好這邊兩邊升到封建時代 已經開始在燒魚船 兩邊都在互相燒來燒去 那來繼續講一下這邊 這個是馬咕咕的 看一下 兇人 敏海 敏海選擇的兇人是不用蓋房子 馬功非常便宜 在封建時代馬功出很多 優勢非常巨大 所以這邊兇人應該是走馬功路線 沒什麼問題 後期有遊俠也可以轉 那接下來看一下伯伯仁 哇伯伯仁這個文明跟薩拉森一樣 都是非常可怕的文明 伯伯仁的駱駝弓兵到後期 根本是幾乎無人能扛的成型環節 若公一出來 戰矛強奴都很難打 所以伯伯仁到後期是很難產 而且他的馬就還有八折優惠 後面出若公前面出騎士 哇這個黃金組合真的是非常難受 而且他的駱駝還會自動回血 所以就算不打駱駝弓兵 打駱駝也有始祖的扛線能力 接下來看到這邊兇人已經開始搞點事情 想要捧一下立陶宛這邊的野豬 敏海這邊要不要拉些野豬回去繼續吃呢 這邊已經拉了三頭野豬 反而是哈特這邊野豬吃的不夠積極的樣子 這裡三頭野豬還沒有拉回來 好中間補了一個市集 現在中間戰況有少量的肉馬開始往前衝了 MBL這邊要轉槍兵嗎 MBL這邊是打海的關係 所以現在陸戰沒有東西可以打 瘋狂在燒船 現在驅逐路人馬姑姑 這邊也是打海的關係 但他除了打海也有打這個肉馬 所以兩位都卡在封建時代 但MBL並沒有卡太久 很快就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時代差距是有點大的 馬姑姑這邊封建時代打太久可能也會危險 因為現在三家都上城堡時代 只剩下FOX三隊有一位還在封建時代了 好但這個封建時代原因是因為這邊肉馬出的真的是多 哇 可以看到這邊肉馬一直在給其他人更大的壓力 這個TC可以蓋好 但是必須死一村 哇這裡上億人挖金礦 上面城堡蓋起來兩邊對射 列提斯已經正在生產當中 火火人這邊是駱駝風兵 準備要來量產了 好下方海上MBL好像有點打贏對手的樣子 好但這邊沒有繼續燒船選擇繞幹 這裡應該是看到戰船回來了 好右邊這裡還在燒要燒死村民了嗎 有機會 好先燒船燒船 好這裡有一波 這個是什麼 守思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沒有人 應該也不能放人才對 完蛋了 要是MBL這個城鎮中心被拆掉 這樣就少了一個TC 可以造村民了 這對MBL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好趕快補均勻喔 槍兵產出來 才能趕快防守住 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很努力在農 但後方這裡都是沙漠 還有少量的魚群 莫拉斯帕已經開始慢慢量產 這裡立陶宛沒有打算繼續出列提斯嗎 有出列提斯 好駱駝兵出來 路量開始慢慢往上拉 但現在肉量還不是很穩定 沒有辦法補更多的村民 駱駝兵過來 看到HART的TC 往後拉了一下 下方這裡有一個抓到 大量的村民很不錯 你看這一波抓爛了 好這裡拿下兩村搞定 好接下來 正面的部分 MBL已經升級到了火戰船 已經開始在燒大家的魚船 最後這個河 是由MBL這邊拿下的優勢 如果拿下優勢之後再補魚船的話 這個MBL的達魯皮圖 兩倍的魚肉裝載量的優勢 就可以非常的舒服了 好 接下來 活潑人這裡 有待繼續補駱駝兵 駱駝兵數量越來越多 這邊要注意這邊 駱駝兵有沒有成型 傳行之後 烈提斯跟莫娜斯塔 都不是那麼的好打 想要打贏的話 駱駝兵跟相公 可以為之一戰 但是相公可能到最後 打駱駝兵還是比較劣勢一點 畢竟駱駝移動速度快 對相公阿 馬公單位有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大回MBL 大回轉路戰會有個問題 該打什麼的問題 好 好 現在群聖羅人 果然轉出了駱駝 駱駝 駱駝這些列提斯是相當舒服的 MBL這邊是選擇了 槍兵幫忙防守 好 這邊TC直接取消 MBL這邊村民只能跑 好 用槍兵稍微戳到了一下 駱駝兵 這裡先點掉 來不及點生侶 生侶有一隻被騎死 好亂好亂 戰況對於MBL他們家這邊 非常的混亂 現在MBL只能出槍兵幫忙打駱駝 因為立陶宛跟喬治亞都沒有駱駝 所以遇到駱駝的話 他們現在只能靠槍兵了 那就是要轉大槍工兵了 但大槍工兵在遊戲的前期 不太可能可以順利產生出來 好 這邊先轉出了什麼呢 強弩嗎 塔魯P圖轉強弩好像也可以喔 我覺得轉強弩啦 沒道理 在這邊還打垃圾兵 好轉弩兵沒錯 看變囉轉弩兵 這樣射駱駝傷也高 射駱駝也划算 那確實只靠槍兵是不行的 還是要選擇一個弩兵單位 好這邊決定是先轉戰矛嗎 哎呀那就尷尬了 轉戰矛的話雖然有攻速加成 但是對於駱駝來說就會很難受 就要打好搭配了 那就變成說現在能克制駱駝的單位 就只有做裝強槍兵 那現在戰矛兵跟重裝強槍兵都要出的情況下 那MBL的經濟要非常好才有可能兩邊都出了 好上方現在兩邊城堡 不在對射看起來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上方也補了一個城鎮東西 好這裡生魚轉出來 被點掉了三隻生魚 第四隻也倒下 結果只遭響到了一隻駱駝兵 立陶宛這邊虧爛 哈特好像經濟有點炸裂 好這裡三個射箭場 繼續轉戰矛兵 MBL的村民術已經只剩下42村 哈特這邊的村民術還有72村 維持的速度數目還是很好 現在 好這樣 村民術只有60村 但是莫納斯帕已經來到了18村 18隻在前線 這樣傷害至少會加2點 好MBL點下了戰矛兵的升級 彈道水也點好 結果 兇人這邊怎麼是馬弓 馬弓打 兩個馬弓文明 駱駝弓兵加上馬弓 打喬治亞跟立陶宛的列提斯確實不錯 好 那這個對決就有趣了 我們把戰線往後拉一點 好現在上方也在瘋狂的 騷擾 哇這一波黃金村民被射殺 立陶宛這邊村民術終於開始下降 反而是伯伯這邊村民術越來越多 哇伯伯這個駱駝弓兵真的是太無解了 是不是以後團戰都要該BAN一下伯伯才對阿 還有蒙古嗎 路途工兵真的是很難受 這裡也不能選馬國文明 好終於一直走 去給壓力 選擇了徹萃 在兩邊 三軍的軍力都有 好可以看到這邊兩邊的中間距離 是4800地獄對4300地獄 現在下方這裡有大量莫娜斯帕想要直接去抽家嗎 中間的線路 大量的戰毛兵保護生旅 讓生旅不要被駱駝弓兵或是馬弓給靠近 但是這邊的駱駝很多 這個莫娜斯帕如果衝進去可能就會移去不復反 所以還是往後拉走 好但是高低一直往前推進 難道立陶宛這邊有機會了嗎 好MBL他們現在很努力的 想要守住正面的戰線 現在戰毛兵往前頂 MBL的戰毛攻速加成 開始給駱駝弓兵大量的傷害 右邊的馬弓也是 哇哇哇哇哇 MBL這邊突然開始反推了 好奇怪好奇怪 因為生旅成型的關係嗎 OK 但是BOX3隊這邊抽名數還是領先喔 244村對上219 兩邊的戰力相當的猛烈 都沒有在停兵的 兩邊的兵力一直往前補 MBL村民數比較落後 只有46村 是全場村民數最差的玩家喔 這有可能是因為 他的城鎮中心被 兇人米亥給砍掉了 還是被馬咕咕砍掉了 被馬咕咕砍掉了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城鎮中心可以按村民 經濟是有夠大力 好大MBL這邊 買了兩百 這邊這邊小心小心 好 這裡買了兩百木頭 花了四百多塊黃金 哇沒想到這裡木頭這麼貴啊 好這毛兵在中間繼續輸出馬功 跟駱駝工兵 正面使用被提升加木納斯塔 突破駱駝的防線 那駱駝這邊好像要被擊垮 沒有辦法成形 駱駝虧不成軍 這一波是有MBL 一波 一波 一波子 一波子戰隊 拿下正面的勝利了 好哇哇哇 現在 駱駝工兵加馬功 數量 正所正不多 馬功數量可能還要20隻 但駱駝駝兵已經只剩下11隻 看起來MBL的戰矛策略相當有料 這個也是搭配打的好 才可以讓戰矛兵的傷害力發揮到的正好 好 戰矛兵現在到處亂射 看能不能把對方的臭命數下降多一點 好 攻防戰矛 給壓力 這一兵出去進來 完蛋了 這裡30隻臭命只能逃15隻 其他的臭命可能要往右走 但是莫拉斯法這邊選擇了噹噹噹城鎮中心 噹了幾下之後駱駝過來選擇逼退一下 但只有再繼續噹了 再噹下去就要12隻村跑出來 有要追擊嗎 修理 沒有打算修 城鎮中心爆開了 右邊的馬功過來營救一下 但是戰矛兵繼續推進了 繼續給你的馬功更大的壓力 好 馬功散彈槍 開始 哇 戰矛兵天女善化 戰矛隨便投 想投誰就投誰 頭車終於來了 咬這一發舒服了 青頭 兇倫的青頭 兇倫也只有青頭可以用 來了 現在莫拉斯法 跟立陶宛 準備都要遲到帝王時代了 頭車在咬一發啊 哇 這一波打到一個大丸了 戰矛兵直接努力手撕 終於點掉頭子車 現在戰矛兵打掉了一些數量 好 問題是後方洛駝兵好像攔截成功 難怪想說伯伯怎麼有一段時間消失了 好 他們後面來斷兵啊 OK 正面馬功擋住 後面用駱駝兵稍微加以擋住 好 MBL 點下了一級農田 中午要來轉農了 現在有海上的優勢 雖然肉戰是不缺 但是肉大會越來越少 這樣越來越差 好 前線又點掉了一隻駱駝兵 右側帝王時代還有兩番半時間 現在Fox3隊帝王時代落後的有點多 好 帝王時代以上 莫拉斯帕 點下了增兵技術 三攻 要不要先點呢 也是先點個三防 增加一下生存能力 好 左邊的駱駝兵 開始追殺帕特的村民 這裡轉了一些槍兵 這應該是要轉槍兵吧 哦對 轉槍兵沒錯 因為駱駝開始有點吃力了 好 馬功繼續打 莫拉斯帕上前 好 十五隻戰矛 好 開始 繼續抓 好 全部點掉 現在 39隻莫拉斯帕 突然很多 攻擊來到最頂峰 20點傷害了 敬瑞升級好 只差一個三攻 就可以來到22點的莫拉斯帕傷害池 OK 現在莫拉斯帕的傷害已經來到了天花板 再一個三攻 沒錯 升級來說已經天花板 加攻擊力也是 好 現在戰矛兵一直在追弱駝兵 但是始終追不到 大量莫拉斯帕開始抓勃勃的黃金村民 現在波波村民出了134村 被抓這些好像不是很髒 反正是下面這坨大量馬功過來 還有洛國 這裡下方的僧侶直接沒空好 送掉了 完蛋了 哈特 你的僧侶被砍掉了非常多隻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好 右邊的莫拉斯帕突破重圍 把這邊兵線開始往前推進 但是有點一分為二 莫拉斯帕感覺會被各個擊破 這一波我覺得打得不是很好 但是還是確實給到了 BOX戰隊極大的壓力 這樣BOX戰隊傷亡這根城堡是關鍵 這根城堡不掉就可以打出城盾的傷害 好 但是巨型偷死機已經在後面了 立陶宛的巨頭掏出來了 申侶繼續招翔給壓力 那立陶宛這裡沒有打算要減太多生物 而是專心打架 原來這裡減生物似乎不是重點 問題是要怎麼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現在只有一顆生物 單一顆生物好像就已經是夠好了 現在他的主攻棋是申侶 好 這裡拉了更多的村民過來 就跟城堡開始擊殺速往上提升 上方的城堡對戰 也是有點激烈 現在哈特上方城堡好像要失守了 槍兵繼續往前走 能不能戳到呢 哇 戳掉了大量的傷害 駱駝公兵倒地的速度很快 所以再繼續招翔 好 現在駱駝公兵在後方 繼續殺老 哇 又抓掉了大量車底 這一波立陶宛 經濟有點炸裂 這邊好像開始慢慢反殺回來 跟經濟有點開始跟不太上 好 伯伯現在 現在是這裡的主戰場的控制權 好 但這邊大量駱駝公兵直接過來 手撕掉了巨型抽屍機 好 開始這邊手撕城堡嗎 開始要趕快抽名抓抽名 這裡有非常多的抽名在四處逃竄 這裡抽名直接把自己圍起來 不然駱駝公兵一衝過來 真的是無解 正面戰場 駱駝公兵加上駱駝 好像他慢慢扛住了 但這個城堡確實也被拿下了 進攻部分 稍微有點被阻擋下來 但我覺得問題不大 而且帝王時代 僧侶招降又變得更方便 好 城堡直接被濕光 城堡沒了 上方這邊村民 被捅掉了很多隻 BOX戰隊 現在村民處349隻 對上East Coast戰隊 327隻 兩邊只差了20村啊 看起來 HAT這邊 還是有機會的 雖然HAT看起來有點渾身解數 經濟有點炸裂的感覺 好 上方 馬公直接衝進來 立陶宛經濟 炸了 真的炸了 只剩下84村 好 現在 East Coast戰隊就只有 莫娜斯帕有足夠的殺傷力 跟經濟可以繼續給壓力了 現在MBL 開始轉槍兵出來 只靠戰矛還是有點吃力 好 戰矛一直有在的住室 這裡用城堡擋住了 好 經濟帝國的團戰 就是這麼的忙碌 四處都在開戰 沒有辦法看得清楚 戰場的全面樣貌 哇靠這裡 新奇兵上來抓到 等賺 完蛋了 MBL那一坨戰矛兵很不保 好 正前方大量槍兵過來 新奇兵過來 要抓生女 生女沒有辦法地方可以逃 被新奇兵直接全部抓光 槍兵過來防守 只有三隻生女直接走到前線 被六頭後面給包抄 生女全部倒光 大神的前線果然潰敗 星際炸裂沒有辦法 這裡多線打的實在是太多了 好 現在莫拉斯帕也在後面 又抓了幾村 哇哇哇哇 兩邊的村民術 都是有在下降的趨勢 但是有下降又有回升 所以好像有差又有沒差的感覺 好 馬功終於提升到了安息人戰術 終於馬功也已經升好 終人的馬功終於已經成型了 MBL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雜 好 這裡 這邊大量槍兵戳掉了一堆駱駝兵 駝駝兵駝兵數量再次下滑 莫拉斯帕 還有36隻 在這面的位置 感覺今天有點LAG LAG 哇 可能是我的CPU又要爆炸了嗎 還是顯卡又要不行啊 好 可能是看團戰喔 東西太多再動來動去了 好 這裡 來 駝駝兵 達到了高地 而且還轉出了肉麻 打這些駝兵相當好用 這裡的黃金控住 大腿的黃金就會大圖下降了 這一波 East pose正面衝進去 莫拉斯帕 擊殺了非常多的單位 馬功數量還有33隻 開襲 但是這邊居然溜進去 莫拉斯帕 完美 好夾 我覺得BOX戰隊要被逆轉了 抽名術 由East pose 戰隊開始 反超了 抽名術差距來到了爆炸30村 畫面真的是一頓一頓的 這張地圖的關係嗎 物件太多嗎 好 馬功過來研究一下 但是經濟已炸 好 薩地利補下 這時候才補薩地利 會不會太慢了一點 去著羅人 馬姑姑 怎麼辦 怎麼辦 好 正面MBL來蓋寶了 開始要繼續攻城了 好 繼續行頭時機 開始 開始 拆防 好 成這樣東西 還有半條的血量 正面28隻的莫拉斯帕 要不要往下走呢 哦 已經往下走了 哇靠 我往下走 直接炸裂 村民術下降很快 現在兩邊的村民術差距來到了50村友了 好 但是HOT的村民術終於拉了回來 哇 這個LAG真的是有點誇張 但是馬姑姑 迷害 Dark 大家出了GG 我們恭喜 HOT MBL 跟Livit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是由莫拉斯帕作為主力 還出了一堆戰寶兵跟槍兵嗎 拿下比賽 那應該這是隊友出的 跟加上這個立陶宛出的槍兵數量 最後莫拉斯帕出了276隻 這個造價實在是太便宜了 那路透公兵成為了主力 出了159隻 洛瑪出了151隻 還有133隻的馬公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喬治亞這邊拿下15黃金石頭勝利 木材是由MBL拿下資源的勝利 三種四種資源的勝利 都在eSports這邊 打得實在是非常精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